你好 我是李挪亚 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中新闻 全球超过20亿用户的脸书最近推出新功能 锁定的是6岁到12岁的孩童推出Messenger Kids App 让小朋友可以和朋友聊天 视讯通话 还加入儿童最喜欢的GIF动画 家长可以为孩子设立Messenger Kids账户 并且有权批准孩子的聊天对象 为了保障孩子的隐私 使用Messenger Kids的儿童不会在App中被搜寻到 所以不会被陌生人要求加入好友 家长有权利利用封锁功能 举报封锁不适当的内容和用户 Messenger Kids将不会加入购物功能 也不会插入广告 13岁以下儿童成为Messenger Kids用户之后 也没有权限登入父母的Facebook账户 为了开发这个儿童通讯软体 Facebook特别成立专案小组和超过250个网络安全组织合作 开发期间也持续的和家长沟通 会面 了解家长对孩子使用科技产品的隐忧 有研究发现 在美国6岁到12岁的孩子当中 有高达9成的孩子接触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 其中有多达三分之二的孩子已经拥有自己的手机或iPad 有人认为Facebook锁定儿童的策略失败的可能性很大 因为大多数的家长不赞成孩子过早接触网络社交媒体 而且现在透过Skype FaceTime就可以进行及时视讯了 早在2013年Snapchat就已经推出适合13岁以下儿童使用的Snapchat Kids 不过因为儿童通讯软体很难流行 很快就被停用了 尽管市场不看好 Facebook依旧决定逆向操作 现在今年底推出MessengerKids苹果iOS版本 未来还要推出Android版和Kindle版本 继续来看 在Pokemon Go风潮过后 现在又有新游戏软体问世了 虚拟货币比特币引发全球投资热潮 现在有一款以虚拟货币为交易平台的虚拟猫逼 Crystal Kiddles游戏在推出短短一周内 就创造市值将近130万美金的交易量 虚拟猫咪是由总部设在加拿大温哥华的科技工作室研发 有许多款虚拟猫咪的拍卖价超过50亿泰币 相当于23000美元 感谢您今天收看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